岁末将至 每年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聊聊 过去一年的职场经历和薪酬待遇 后者往往是反映一个行业 或一家公司最直观的参考之一 2021年 疫情仍在持续 一系列硬核政策的出台 更是让多个行业陷入震荡 公司仍自然受到波及 从年中到年末 各大公司流出的裁员消息几乎没有停过 即便逃过被优化的噩梦 工资单上的数字也在提醒着我们 这一年有多不容易 数据显示 大多数人的薪酬涨幅越来越有限 根据中置咨询发布的数据 过去十年 企业平均调薪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2021年这一数字有了小幅提升 从2020年的6.3%上升 到6.7% 由第一财经eMagazine 发起的2021年公司人薪酬福利大调查 也进一步验证了薪资小幅回升的总体趋势 在1546位填写问卷的公司人中 超过七成的人薪酬上涨 然而近一半的人薪酬涨幅在10%以内 而薪酬不变和降薪的人数占比 分别为15.98%和13.44% 都比上一年有所下降 不过 这种小幅回升 也许只可被理解为疫情冲击后的短暂复苏 根据中置咨询的预测 2022年整体调薪率将下降到6.5% 发达国家也就是2%到3%的调薪率 哪怕未来国内薪酬涨幅只有5%到6% 和发达国家相比 这个比例也不低 中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京说 从企业角度来说 员工收入的变动就意味着人力成本的提升 中置咨询的数据显示 A股上市公司人均人工成本平均值 从2016年的12.94万元上涨 到2020年的15.94万元 公司人也普遍降低了对年终奖的预期 30.66%的公司人表示 和2020年相比 年终奖金额不变 21.54%的人表示 2021年没有年终奖 这是我们做公司人薪酬福利调查的第13年 可以看到薪酬增幅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尤其是近两年 在疫情和市场监管的双重压力之下 大部分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公司人也不得不适应各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变化 温水煮青蛙 张旭这样形容自己 2021年上半年在房地产行业中的状态 过去十几年 房地产行业是享受时代红利最多的行业之一 在行业发展最好的时候 大量房地产公司都采取了高负债 高周转的风险模式 但随着一系列政策调控的落实 这种高速扩张的红利期已经结束 尤其是2020年年末央行出台的三道红线 更是让不少公司陷入财务危机 张旭真正感受到危机 是在各大房地产公司发布年终财报之后 很多企业股价下跌 数字触目惊心 行业发生动荡 个体也必然受到牵连 在张旭的公司里 原本一年一次的人事变动 在去年变成了两三个月一次 换岗 砍掉部门 团队走空变得常见 为了控制现金流 身为营销部门的中高层 张旭去年只拿到了计划预算的一半 大部分支出都给了分销渠道用来促进销售 这让他不免陷入怀疑 房地产行业是不是要完了 自己还有没有发展前景 房地产行业并不是2021年 唯一倒霉的行业 从2020年年末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开始 针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 在2021年不断上演 2021年7月 双减政策的强势出台 掐断了几乎所有K 一二学科类教育培训的发展道路 让整个行业陷入停摆 与此同时 游戏行业和娱乐行业也未能倖免 从去年各大公司流出的裁员消息 就可以窥见公司在降本增效 应对危机上的果决 从年终交赔业务 牵涉到的公司直接倒下 或大规模裁员 到下半年房地产公司部分爆雷 再到最后一季度爱奇艺 快手等公司接连传出内部优化的消息 那些曾经站上风口浪尖的大公司 纷纷在过去一年里参演了裁员的年度大戏 人员优化 人才结构调整 是一个直接的人力成本控制方式 是唯一能改变存量的手段 周经解释道 其他像是调整福利 加班费 或者调整薪酬机制等方式 都无法改变人力存量 本质上只能缓解成本上涨的速度 而谈到如何理解公司优化裁员等举措时 公司人普遍认为 经济环境影响 公司业务扩张或运营不合理 公司合理的成本控制举措 是裁员的三大根本原因 不管是旁观者还是亲历者 身处职场的公司 人正在学习适应各行各业的起落变化 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事调整 比起过去 面对裁员时的情绪跌宕 甚至自我怀疑 如今大家在面对裁员时 已经能更理性地结合市场和公司原因 去理解这个结果 同时也学会了预判 在面对裁员时 为自己争取更多合法权益 这一年的职场沉浮 多少会让公司人产生负面的情绪影响 调查显示 公司人的两大焦虑集中体现在宏观层面的 以及微观层面的 和2020年相比 两者占比都上升了10%以上 这两个选项也基本概括了朱朱曲折的2021年 他在一家广州本地旅行社工作8年 公司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出现了拖欠工资的迹象 这种现象在疫情开始后愈发严重 2020年年末 朱朱辞职 打算从零开始经营 以本地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自媒体 与其说这是一次目标明确的职业转型 不如说是行业低迷下不得已的沉淀期 朱朱揣摩其他博主拍摄 修图文案的风格 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制作一篇吃喝玩乐的图文内容 发布到携程、马蜂窝、小红书和大众点评上 一举爆红的博主显然是幸运儿 朱朱花了大半年时间 在各平台积累了上千名粉丝 但没有收入 只能依靠过去的存款生活 离职时 朱朱认为自己再也不会投身旅游业了 毕竟国内疫情反复 境外游的恢复更是遥遥无期 旅游业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2021年下半年 自媒体运营陷入瓶颈 朱朱试图转行 投简历却屡次碰壁 反倒是她的自媒体账号 帮助她获得了内推机会 得到一份在线旅游平台的工作 自媒体也得以延续下去 今年很多互联网人都在说逃离大厂 我自己就进了大厂 朱朱有点自嘲地说 她甘愿匠薪百分之十接受这份工作 也没有拿年终奖 现在有一份工作就先做着 珍惜工作机会 尽管掌薪放缓是大势所趋 在部分所谓的封口行业里 高薪仍然存在 充当着抢夺人才 激励创新的利器 虽然整体发展的速度 不如此前依赖移动互联网的公司发展 那样迅速 人们已经意识到核心技术的重要性 相应的 掌握这些行业关键技术的人才成为强手标的 在前程无忧公开的2021年 四个季度薪酬调研数据中 电子技术、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 在其中三个季度中 排名薪酬涨幅前五 拿半导体来说 设计、制造、封测、材料、设备等领域都对人才有旺盛需求 尤其是工程师这类高端人才 除了从海外引进成熟人才 行业也同样需要微电子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的国内高校生 周经告诉第一财经e-magazine 行业给一个985高校对口专业的研究生 年薪可以开到30万到40万元 几乎比往年翻了一倍 而按照正常市场水平 研究生每年的薪酬增幅约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之间 原本就走势向上的医药行业 因为疫情的警示而加速 相对小众的分支也得到重视 2021年9月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在一家医学检验上市公司 做研发的荔枝接到了二三十个猎头的电话 猎头受托的客户不少为中小型创业公司 热钱的涌入让他们得以大举招聘 最高一家向他开出了三十万元的年薪 比他目前的薪资高出了百分之六十 以前第三方医学检验或者独立的医学实验室 能见度并没有这么高 李芝说 而如今 外部机会增多 也加速了公司的人员流动 仅在过去一年内 他所在的科室就更替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员 外部要抢人 内部也想留人 公司不仅在2020年给研发人员增加了疫情补贴 还给其他基层员工提升了年终奖 是原来的2.5倍 薪酬之外 公司也开设了一些新岗位 满足员工不同的发展需求 荔枝就在去年主动要求往市场方向转型 在和上级主管反复协商后 公司设立了一个全新的职位 作为沟通临床医生 市场端和研发端的桥梁 现在 李芝正忙着为2022年的新工作 补习临床医学方面的知识 热门行业总是在变 但不意味传统产业的高薪机遇完全消失 传统产业的重心放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上 试图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力 增加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人力成本 那些传统技术岗位已经不在热门人才之列 比如汽车行业里 与发动机有关的岗位招聘需求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新能源 与车联网方向需求的上升 汽车公司正在和能源行业 以及互联网行业争抢人才 柯锐国际在2021 人才市场洞察及薪酬指南中分析 为了从外部引入转型人才 车企加深了与外部招聘平台和猎头公司的合作 以此扩充新型岗位的人才库 而这些热门职位薪酬跳槽 涨幅普遍在20%以上 年薪基本超过30万元 认识到行业波动的常态 考虑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公司人倾向于选择稳健合规的企业 在调查中 尽管根据中置的数据 民企调薪率高于其他企业 但它已从公司人择业方向的前三位中退出 这某种程度上 代表了公司人一种新的择业态度和人生选择 薪酬固然重要 但能否从工作中获得价值感 能否在生活和工作找到平衡 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被公众反复讨论和深思 陈昂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了五年 并于去年年初辞职 不仅是他 身边很多人都在2021年离开了大厂 在和他们交流之后 陈昂发现 大家普遍都陷入了对工作价值感的怀疑 开始思考 在光鲜亮丽的大厂光环下 个体的意义是什么 自己能否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比前重要 陈昂说 2021年年末 朱朱检查出恶性甲状腺结节 配合医院的防疫措施 他一个人住院 动手术 工作压力大 忧虑过多被认为是这一疾病的成因之一 出院后 朱朱把一幅写着无所谓 没必要 不至于的装饰化放在工位上 还打算贴上病理分析报告 在健康面前 工作的好歹一下子显得没那么重要 对于每个在职场打拼的公司人来说 2021年确实算不上辉煌的一年 公司优化裁员 工作量激增 晋升机会减少 这些都让本就齐驱的职场路 变得更加颠簸 但也未必是最差劲的时候 多元的职业选择 更人性化的工作观念 正持续优化着职场环境 也给了公司人重新选择的勇气 在调查中 30.72%的公司人 在2021年选择了跳槽 这一数据 在2020年仅为19.17% 起码 这一年的短暂复苏 让人们对重启有了信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